欢迎收看月嫂亮亮的私房话 这周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宝宝哭的时候怎么办 很多爸爸妈妈呢 会很害怕小朋友哭 因为哭他不知道怎么安抚他 然后就会觉得他哭闹的声音 搞得我非常的焦躁 非常的不安 要怎么样面对宝宝哭闹的时候呢 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讨论 要先了解到当宝宝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呢 哭是他表达情绪跟需求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还不会讲话 他还没办法跟你用字句来沟通 所以他只能用哭或笑等等的情绪 当然笑的时候非常的开心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但哭的时候呢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去观察宝宝呢他为什么哭 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肚子饿了 淘淘大哭他告诉你我好饿我想吃东西 第二个呢可能是尿布湿了 我的屁屁不舒服 妈妈赶快来帮我换尿布 第三个有可能是比如说他身上感觉到不舒服 比如说穿的衣服不舒服 比如说现在气温有点太冷或太热 让他不舒服等等的 或者是他身体真的不舒服 比如说胀气等等的而哭闹 所以我们必须先去观察他了解到宝宝为什么而哭 然后再去想办法的安抚他 那亮亮老师呢就提供几个安抚宝宝的技巧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用小包巾帮宝宝给包裹住 因为把宝宝包裹住呢可以模拟宝宝又回到子宫的感觉 把宝宝整个包覆住 宝宝就会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哭闹的情绪就会慢慢的停止下来 第二个呢可以让宝宝听一听有节奏的声音 比如说当宝宝抱在妈妈或爸爸的怀里 心跳声就是一个很有节奏的声音 这个也可以帮助宝宝稳定他的情绪 那第三个呢可以帮宝宝做一些适度的按摩 来缓和他的情绪 其实被按摩假设说你的手法是非常轻柔的 而且加上你有跟他对话说话等等的 有可能呢可以安抚紧张啊或是比较焦躁的情绪 那他就比较不会哭闹了 还有呢有可能呢他是希望你包包他 撒娇的哭闹 但这个撒娇的哭闹就不一定就是嚎啕大哭 有可能是低的错气的声音等等的 也就是他可能想找你抱抱啊撒撒娇 这时候你就真的抱起他来撒撒娇 不要像别人说他在哭不要理他 那反而长期下来会让宝宝他对于爱跟信任的需求感满足不到的时候呢 反而会让他长大变得比较害羞啊 比较不敢勇于面对人群等等的一个状况 再来呢可以让宝宝适度的听一些白噪音 什么是白噪音 白噪音就是稳定而低频的声音 例如说像冷气机的马达声啊 电风扇运转的声音啊等等的 有些宝宝你发现呢他在睡觉的时候 你把他推到这一些电风扇的底下啊 或冷机器的出风口底下 他会睡得异常的安慰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白噪音带给他 低频而稳定的感觉 让他伴着他入睡他也会非常的安稳 还有呢当然就是要给新手爸妈的功课 你的孩子为什么而哭 而他的哭声里面 蕴含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就是你必须去观察的 因为每个孩子的哭声都不同 每个孩子的哭声的状况呢 声音大小尖锐的程度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声音 所里面所传达的意涵呢 就是你跟你孩子很特别的沟通方式 所以爸爸妈妈呢必须用一点时间 花一点耐心呢 去了解宝宝为什么而哭 自然而然就可以找出 你们最佳的沟通方式啰 以上月扫亮亮的私房话 我们下次见 拜拜